为了抗战的胜利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活着 我们一定会在一起 明天一早我去订残检 然后去找廖宇清 拿一份通行证 我设法与大红子相认 姜文山和彭秀女昨晚离开廖府 住进了梅花客栈 梅花客栈 是 我第一次见到姜文山就是在梅花客栈 后来彭秀女进城 住的也是梅花客栈 现在又是梅花客栈 梅花客栈有问题 跟我走 来城的春天 与南京的美丽 可惜门前的老杨树 今年的长势不好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城外的人等着你的木柴烧火呢 你把木柴卖给我 我带出城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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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楚科長來了 什麼份把您去到我這小店來了 和住啊 最近有沒有什麼可疑的人在你這兒住啊 我這小店能有什麼可疑的人呢 再說了 您這更記簿不也看了嗎 我想让你帮我盯着通修和江恩山两口子 要是有什么可疑的人在找他们 立刻给我打电话 楚科长 看您把这话说的 我这小店可是打开门做生意的 这要一天到晚什么事都不做 就光盯着那两口子 那我的生意还做不得 你呀 少呢 是少了点 不过 有您楚科长的面子 这点也就够了 关姑啊 我不警告你 既然拿了钱 就得办事 哎呀 楚科长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 我这是打开门做生意的 讲的呢 就是信与儿子 放心吧 办好了 重重于事 哎 放心吧 那我就先谢谢楚科长了 站住 你到后院干嘛去了 楚大科长 后院除了茅房 你能告诉我还有什么值得去的地方吗 不是 怎么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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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死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 走了 他在没有确定我们的身份之前 不会暴露自己的 那我们该怎么做 让他相信我们的 除非老杨出来 老杨出来没用了 为什么 他疯了 老杨疯了 老杨怎么会疯了 我跟你说清楚 你别骂我 好 我不骂你 他打我 结果把他推了一些人 让他强样救命 江文神又 又爽了 我们骂人呐 我不骂你 我恨不得一想把你崩了 你把我那么大风险去监狱 我就是想提醒你不要能干 不要接触老杨 我说的话你怎么从来不听呢 你听过一句吗 那四条纪律在你身上 怎么一点作用都不清 是我错了 你知道错有什么用 现在怎么办 我晚上就试探试探那个哑巴 你还想惹我是吧 楚强已经怀疑到他了 楚强来过了 楚强来过 我们得抓紧时间了 我们得加点小心 我保证 我不会在凡凡座里 你的保证我都听你了 是 还有 你什么事 你什么事 行了 别装了 怎么是他 你认识他 老舅 老舅 你终于来了 现在看着什么情况 特别不好 有三伙人盯着我们呢 一伙是楚墙的人 守在客栈外头 还有一伙就他们 懒得不明 还有一个人 在客栈住了很长时间了 鬼鬼祟祟的 我总觉得 他好像是在盯着我 躺在下 看着你 这就是 我 我觉得 你也会 是 有 你 你也会 你也会 你 你干什么 他不是坏人 谁 乖 你把他抢过去 我们去看一下 走 走 老杨同志 你也在呀 你们认识 何止认识 他还受得伤起呢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看我把尸体藏起来 不用 待会儿我直接带出去买了 老舅 你还走啊 不走不行啊 我现在是敌人的偷好目标 老舅 别 行 请 大陛 好 请进行情报告 好 杨主义的共产党 是有机会不明的 什么 快来来 是 想得到七小爹的 除了小鬼子和特务 就只有军统了 是有八九十军长的人 怎么样了 不碍事 听说你疯了 我不装疯敌人 怎么会放我出来呢 不过这得感谢他 让我可以将计究计 装疯卖傻 他怎么了 他偷袭气了敌人 他是我们的同志 他叫姜文山 是吗 快快快 快 对不起了 姜文山同志 在监狱里不敢和你相认 我以为 你又是敌人伪装 成我们的同志来蒙我的 不过真得感谢你 要不是你推了我那一下 我也出不来 你没疯了 你没疯了 敌我不分 还地下工作者呢 对不起了 姜文山同志 特殊时期 我必须保持 高度警惕 对不起 对不起 你 你 你什么你啊 要不是因为我 你早被劈死了 你看 你还得跟我钱买药呢 我现在总算知道 什么是地下工作者了 这一不留神 就真打地下去了 好了 别说了 让您受惊了 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 具体内容是什么呀 对不起 我只要到了你们的根据地 我才能把我知道地说出来 他在南京工作的时候 只认识老沈 老沈牺牲后 他就不肯相信任何人了 那好吧 我们想想怎么出城吧 能够 这样 姜文山 你明天去找廖宜庆要通行证 拿到通行证以后 我们带着七老爹 从水路出城 中途呢 转船 然后到草铺 转汉路去根据地 可以 草铺是三不寡地带 相对来说安全一些 那你怎么办 我继续在街上装放 吸引敌人的注意力 掩护你们出城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们离开白城以后 你也要想办法离开白城 你去十里铺的老王饭店 小崔在那里 好的 大爷上 杨铺想要去哪里 谊哪里 有什么地方 Prior 不会训练 启咯 东南 不会训练 担请 能够消灭 能够消灭 我看你 是我的姿 把敵人讨厌 把敵人讨厌 通知了 通知了 他们全部都被捕捉 被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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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长 両局長 警察局的人 全部被捕捉 发现可疑的人 立即报告 是 是 是 大佐 廖一琴和姜文山的 普通的关系 姜文山夫妇 是 有机会大事 文字要报告 廖一琴和 开议的方便 嗯 警察局的行动 是 是 警察局的行动 只有你全身之后一笔 是 是 喂 廖局长 您好 我是林翻译 哦 您好 小田大佐让我通知您 川谷将军将要到白城市场 您准备一下 这两天警察局 暂时交给楚江所得 嗯 嗯 哦 我知道了 干爹 我的货已经被齐了 准备明天一早离开白城 你是来拿通行证的吧 什么都瞒不过干爹您的眼睛啊 嗯 嗯 走吧 过几天 我陪黄军去扫荡 这一走的一两个月 你在这儿我也不放心 阿三 老爷 去厨房的抽屉里 把停车证拿给他 是 你要去跟鬼子扫荡 附近的游击队越闹越凶 我还得给他的颜色看看 你非得把枪口 对准自己的东方啊 这边您没关系 拿上通行证赶紧滚 你当我后悔 你走了后悔 Knife 你走了 你走了 他 Wasn't where I was I was like 可是谁 又是要是 他也都在说 装军 哈哈 你才疼得好 我刚才你爽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次我回白城 你没少报我马 我心里有数 可是阿富之手 我不能挨 临走之间 我奉劝你一句 不要再沾更多中国人的心了 谁跟黄军作对 谁就该死 你倒真欢喜着你自己做父啊 你一口一个干爹 你一口一个干爹 又是认谁做父呢 看了你做汉奸做虐了 想做鬼的了 那是小田大佐对我的奖赏 这次扫荡之后 也许 我还能活个大日本帝国的 军花勋章呢 你 他妈的不得好死 你他娘的开谁说话呢 你爹跟我说话的时候 都会让我三分的 你没看我爹吗 小心我杀了你 来啊 你不是一直想杀我报仇吗 我给你一次机会 开枪啊 好 好 好 天舟金飞要出城 日本人已经在城外 布下了天罗禧往 点營 使这个人 让你耗允讨 我的船 田中金飞要出城 日本人已经在城外 补下了天罗替王 看见姜文山拿着通行证 我就已经猜到了 阿四那边有消息了吗 我正要跟你说 阿四不见了 不见了 他今天早上没有出来买烟 老王去客栈看了一下 他不在房间里 出事 我也是这么想 昨天晚上 阿四一定是看到了什么 被灭口 会不会是姜文山干的 我已经一件个行动小组 随时带你 你要干什么 姜文山在出城前 突然杀了阿四 这就说明他和田中金副 已经接上了头 阿四看到的正是这样 你是要和日本人 一争高相 老板给我的指令是 不惜一切代价 那也要量力而为 那也要量力而为 我本人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不到万步多 不能处此下策 难道你有上策 让我想想 你瞎呀 走路不长眼睛 撞我们黑哥 赔钱 赔你个头子赔 那笑话事是呢 他说 他说不错 你这儿是 我说你这儿是 我那前脚 您出来 我那前脚 您出来 后脚他们就把我放了 他说他说他说我 我这儿是 这儿是 这我说的不算 我有事 我先走了 等会儿 有需要黑皮的地方 到黑龙堂找我 码头上有熟人吗 有啊 别过来 去黑龙堂找我 你太厉害了 你说呢 走 我觉得很厉害 来 老板 有房吗 老板在这儿呢 有房 给我们开一间 要便宜的 好 过来登记 来 慢点儿啊 给 好 你总算回来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我快受不了了 受不了我呀 廖宜清 他难为你了 通信证呢 撕了 撕了 我不用他的 这么关键的时候 你跟他熬什么气啊 没有通信证我们怎么出场 我在想别的办法 我胡来说 你在那儿呢 我 就是 是的 我 的 就是 对 我 牛皮来着 黑皮说 马老鸡和你这先好 放屁 老娘这眼都没看过他一眼 只要他对你有意思 这事就好办 我不去 别怕 我陪你一起去 不去 就当帮你救救一个马 让他过了最后一关 我们就能出白城了 老娘这上辈子欠你们的 七爷 难过不得你来了 我就说你今天找着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行了行了行了 这是我表弟兼文山 叫七爷 七爷好 不 等会儿 这你们呀亲戚 废话 表弟不算亲戚啊 算 那表弟也是一表人才啊 行了 我这个人呢 不喜欢拐文抹角 有件事要求你 你必须得帮我 咱俩还用求吗 说吧 是这样 我表弟明天有批残结 要从你码头上船 你可以打个招呼 谁也不许拦着 没问题 一句话的事 放心 七爷答应了 谢谢 谢谢 慢走啊 几位 有空常来啊 好的好的 来 行啦 行啦 从那里 完 要 你 我 来 吞了 不吓了 今天夜市都舒服 再玩一把 来来来 来 等会儿 那个姓杨的又出现了 还在街上疯疯连连的乱跑 姜文山跟彭秀女要出城了 这个姓杨的却在街上乱跑 他们到底是不是一伙的 我问过暖姑 他们之眼没有接触过的迹象 暖姑毕竟不是自己人 她的话不能信 而且她那儿那个哑巴 我一直觉得有问题 可是又想不出来问题在哪儿 喂 彭秀女跑了 那姜文山呢 我马上到 见面再说 跟我走 谁把她给我打死了 出什么事了 出什么事了 出什么事啊 出身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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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身姚 出身 queremos 好 好 他们有几个人 除了冯秀女 还有一个酸米虾子 跟一个小伙子 笨蛋 那两个人可能就是 姜文山跟田中静夫 你知道吗 不是姜文山科长 姜文山他刚回来 刚回来 刚回来 嗯 又处科长 您来了 是 西楚大 我跟你有什么深仇大害 你偏偏要跟我过不去 你说什么呢 说什么 你把我老婆还给我 你发什么疯呢 你自己看看 你老婆被人绑架了 别装了 绑架她的人就是你 抓走她的人 是一个算命的瞎子 和一个毛头小子 我手下的人本来是要阻止的 结果被打死了 尸体就在楼下 你看不见吗 原来死在相国的那个人当时 他妈的 我知道是谁干的了 谁 怎么了姜文山 你这不敢说啊 他们让你拿什么去换你老婆 即使你不说我也知道 是田中尽夫 对不对 田中尽夫 你自己看看上面 缺的是不是两个字 那他们到底要什么 我真不敢说 行了 你可以不说 那我就只有把你抓回县兵队了 你也知道你在那儿没有好果子 只让他们出去 我跟你一个人说 你们在外面守着 机灵点 我去 现在你可以说了吧 现在你可以说了吧 只要不要说到这个份上 我就适合跟你说了 其实我说过餐链只是个话 我这次来白纯 其实是想告别 上海 什么话 就是上面去的那两个字 就是上面去的那两个字 烟团 这年头不走歪门邪道哪有钱赚哪 我当年离开白城流浪江湖 没吃没喝 是彭秀女收留了我 他替人做针线火也只是勉强度日 为了赚钱我去了上海 只要是赚钱能买卖我 什么都敢都敢 这次回到白城 被廖已经困住了 昨天总算出了廖府 我急忙盯了一批货 准备明天坐船去上海 可没想到出了这样的事 你从哪儿弄得过 通过黑皮 从胡老大手上拿到货 你一定是胡老大这个王八蛋 想黑是黑 想把我的钱和货一口吞了 江文山啊 江文山 你知不知道贩卖烟桃是死罪 我既然都跟你交代了 我就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不过我想和你商量商量 你不是想和我做笔交易吗 你帮我救彭秀女 我帮你闪料 你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要去一趟黑龙堂 科长 您怀疑他说谎 我先去确定他到底有没有贩卖沿途 到了晚上 我们就知道彭秀你被绑架是真的假的 你们几个跟我在这儿守着 是 是 闪开 黑龙堂 什么呀 让黑龙堂去 干什么 江哥 别动 就知道你会来 带我见胡爷 走吧 起来吧 不长眼的东西 胡爷 这是我跟您提起过的江文山江哥 他想要披烟土可是钱不够 胡爷 这点意思就当做定金了 剩下的出手后还行付给你 我凭什么相信你呢 有黑皮的担保 加上廖一青跟儿子的身份 还不能让你相信 据我所知 你和廖一青的关系并不这么好 那你知道我和他女儿 有多亲密吗 没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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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二 一 二 好